政府倡议的公积金第二户投资源工具计划 允许符合资格的会员向指定银行申请个人贷款 雇员公积金局透露预计两个月之后就会开放 让40岁以下的会员提出申请 公积金局首席执行员拿督斯里阿米尔韩扎 接受第三电视台专访时透露 公积金局还在探讨落实第二户投资源工具计划的最佳机制 同时也在考虑让更多银行参与计划 有关计划早在4月7号就开放让40岁以上符合资格的会员 向马建屋银行以及国民储蓄银行申请个人融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厦 如果那个人贷款你忍赞会员 你忍赞会订阅速度的状况 要感谢是否